有些網友都在補充,現在減息半離 半離,半離很大手筆 如果減息半離的話 你之前急賣樓那些就是慘的 要說一下這件事 剛剛我看到很多人說賣樓 賣樓悲過,你說中產悲過 你不如說賣樓悲過 很多人說今年受不了 就說已經是賣樓 你看看王竹坑 王竹坑這個最嚴重 三房三年跌四成 一手業主很虧一千五百萬 什麼樓虧一千五百萬這麼瘋 就是這個 王竹坑 二手樓其實很難搞 尤其你現在是同區的 就是長實的新盤 什麼Blue Coast 你都要去到萬八 萬八 那你那些貴價的 今年死得最厲害的就是那些 那些貴價樓 是吧 二千一百萬 那最後最後 就是造價教員業主 一手買入價 原本大幅虧一千五百萬 趙海珠2.0 這些是吧 不出奇啊 九百幾尺啊 DLAM就說 香港如果跟不足 減半離就麻煩 一定跟不足 不用想 因為之前都沒有跟足 現在一定不跟不足 有少少幫助 但是 真的有少少 原本你說 旨意的大陸人 他不是說不想買 那些高材湯 因為 他除非 他除非拿錢下來買 拿錢又不容易 你現在台錢出境也不容易 所以你最後 你就是做按揭 你按揭 香港銀行又不認 不認很正常 你都不是住在香港 你無端端下來香港 就說買樓 你現金買 你很簡單 我當是青島 青島最敏感 青島人有錢 最有錢的人 我不會在青島賣樓 因為青島 現在是瘋狂的 那些公務員 就自己去做一些樓盤售 做一些恆大那些 恆大那些 爛尾樓 不斷 剛剛好 然後倒閉 這樣給你的樓 都不穩陣 就算便宜給你 也不要買 就在香港買 我有錢 有錢就在香港買 起碼兌換到外幣 等於美元 賣完之後 你肯定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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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筆 匯出去 匯出去 匯出去香港 難 因為其實 你起碼清道 是瘋狂道 就是 誰有錢 不買樓 就說你惡意不買樓 是嗎 即是公務員 通過現在的銀行帳戶 根本上是一條線的 它說是有些銀行 究竟有多少存戶 市政府可以是 顛到這樣 市政府可以知道 我自己國民 哪一個人 戶口有多少錢 然後 精準去賣樓 賣不到樓 就說你惡意不賣樓 你說清道可以這樣做的時候 清道就擺明這樣做 只是這麼刺眼線 但是 其實 如果市政府可以知道 市民有多少錢的話 其他地方 你會不會知道嗎 你要明白 RFA都有報導過 現在埋單計數 整個中國大陸 只有上海市政府才有收入盈餘 其他地方都是要補貼的時候 你說清道 清道的房地產佔政府收入比 已經算相對少了 河南的那些 說六七成 不是靠這個富士康 就是靠這個房地產去谷自己的GDP的話 那些地方 其實是更加狼死 不過未爆出來 那些人要資金逃亡 就自自然而是想著用港樓做中轉站 但是現在港樓都開始難去轉售 因為你看到的 那些四大地產商 大頭砍價 想收回現金 清掉貨尾 那你自自然而 那些二手樓就壓住了 甚至在Flex裡面 很多那些白白 其實白白說的是什麼 四十幾五十歲 那些人就食證香港最 經濟最黃金的那段時間 有樓都算了 還有些人是有舖 他們是想著 五十幾六十歲的人 都叫做見過大蛇阿尿 沙士 不會差得過沙士了吧 結果 香港現在就撞正中美關係 就轉差 資金流走 想賣都不能賣 那些人真的 好像瓊魚擱淺在沙灘一樣 每天都在喊救命 OK 雖然 欺比就說不要說 湯文良 現在好像 對減息有期待的就是 湯文良 因為湯文良之前就說 樓市蓄勢代升 萬事俱備 只欠減息 萬事俱備的意思 就是之前 就是撤辣 那些東西 還有什麼 他又說什麼 他又說 指欠減息 首先是打擊樓市的辣椒 樓市辣椒已經打擊了 是不是 全部撤銷了 然後不理樓市的因素 就沒有變化 不是啊 現在 你的勢是跌 實體經濟不行 是不是 是啊 現在辣椒的負面因素消失了 大家都知道 我們剛剛才說 新華行倒閉 新華行倒閉 之前是很多玩具店倒閉 你一樣的反應 是什麼呢 是我們這代人都開始沒有錢 買什麼樓 你現在唯有一個需求 就純粹是在那個租金 租金就是逆市的 其實是 那 你除非叫人買樓收租 那些什麼 大概敢做這些 我覺得就是 CN都在這裡說 Mortgage 都沒有減得這麼快 有滯後的 是啊 大家就等下 所以其實這些消息 可能好像上次撤辣 這樣而已 最多就是給你 一兩個禮拜 接著炸一聲 那些銀行 那些銀行 做按揭 都是在手緊 你會不會減息之後 會爽手一點做按揭 其實主要的因素 你都要看看銀行 可不可以鬆手一點 很難 因為已經講過了 太大方向 他們收到的銀行 數量創新高的時候 以前就是 先收好貨尾 以前就是 有磚頭就有錢 現在是有磚頭 反而是很難給你錢 是啊 你貨尾太多了 尤其是一手樓 摘住這麼多 二手樓 現在就糟糕了 TU都補充 恆生的壞賬率 以前恆生是按揭專家 他保守 有磚頭就有錢 但是恆生現在那些大行 都對他負面了 是嗎 嗯 就是慧玉那些之前說過 之前我們講過 就是全香港做 專做按揭的 恆生已經是第一時間 展望是負面的了 嗯 衛玉之前就是說 恆生做了太多按揭 他主要不是說那些住宅樓市 他是說恆生去做那些商鋪 寫字樓那些 他做了太多這些 現在大家都在看你跟興叫救命 他的那個反應就是這個市的指標 嗯嗯嗯 萬事俱備 只欠減息 如果 減息之後 他有沒有給個數字出來 沒有 他純粹是一個口號 減息之後 是不是真的會彈起呢 是不是真的會有一個小陽春呢 如果你的基本因素都是差的 我恐怕連小陽春都是沒有 其實你首先就要看看銀行什麼反應 才可以做好處決定 不過其實你真的有興趣買樓的話 你大概知道 你去問銀行呢 你做了股價的時候 你大概都知道 網友都說 現在唯一減 最快減的是定期而已 就有空去銀行問一下 就是說 我有層樓 哪裏 譬如我走開 粉嶺那樣計 你就粉嶺去找些銀行問一下 不一定去粉嶺問 其實銀行都做得的 你都可以問的 我看中了這層樓 好不可以幫我做個股價 那些銀行 一定會狠近身的 是不是 我現在做一個壓力測試 現在金管局就很鬆 問題就是金管局鬆 銀行緊 沒有用的 他不可以找一支槍 指著銀行 你一定要爽手派 不可以的 上次我們都說過 余錦然那邊說 銀行跟林健鋒 那些達成協議 我最多就早點告訴你 結果 兩個星期之內 一定有得回復 只有這麼多 沒有說過鬆手 也沒有說過手緊 嗯 上個星期 其實施永青都說過 他就說 他就說 現在樓市的下行情況 已經接近到尾 已經是去到U型底 是不是 U型底 他就看了議息結果 現在有了出來 我想他明天就會寫 不是喔 已經很晚了 還沒截稿了 我想後日 就會見到施永青 就會寫文去講 現在的樓市 那些網友都說 等明早新聞 是啊 他之前就說 現在主導經濟的因素 在美息減息的幅度 會如何 0.25 0.25 算不算高呢 說高不高 說少不少 是吧 主要呢 其實是 因應美國 之前的就業數據 那個 飛龍的就業數據 不是那麼好的 是啊 所以現在 就是要減少一點 是吧 只要高期的 美國剛剛開市 就是我們做準備 那時候 Dow Jones 那邊的數字 都不是好的 跌著的 嗯嗯嗯 尤其是 息口高的時候 資金就會流去美國 講來講去 如果你說美息會減的時候 那就OK 我覺得一雙情願 無論是施永青也好 還有 這個 剛剛我們說的 食快佬 湯文亮 湯文亮也好 只是說一件事 就看減息 那香港的實體經濟是怎樣 那個購買力是怎樣 不提 還有那個 按揭 就是銀行做按揭的決定 完全不敢提 總之 就是網媒止渴 是吧 減息就可以搞定所有事情 是吧 減息就是萬寧丹 他以為減息 因為現在是說 大陸的買家是佔了六成 減息是會提高大陸人的那個 購買樓意願 但其實不是 我們剛剛都說了 現在是對大陸人的那個按揭 是收得這麼緊的時候 其實減不減息 沒有關係的 你問香港人自己本身 喂 現在 好話我聽 早買早享受 但前買便宜多 我還要這麼急 一見到減息 就撲去買樓先 沒有這樣的誘因 真的在這裡 嗯 OK 好啦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回來再見 OK 記得開playlist 按廣告 謝謝 現在升上了 因為我看到一開始不行 升上240點 OK Cathy不過你 我們記得開playlist 可以說 課金給我 去撐我們這個928 全城慈善跑 OK 好 明天再見 拜拜